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闻速递 我是李慧儀 跟大家跟进一下3点钟最新的市况 看到恒指最新是升158点 暴跌19,775点 早前恒指试过升超过200点 暂时的升幅稍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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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指数是最新报6658点即57点 大肆成交暂时有761亿不算多 接下来小点股份和板块 首先看电力股 见到电力股今天普遍是升 见到有两个都出了业绩 首先是华能国际902 按中国会计准则 今年首季盈利是22.5亿元人民币 每股盈利是1日 去年同期亏损是9.56亿元 而期内营业收入是652.69亿元 按年升到0.03% 见到华能国际刚才一度上到5元高位 已经是52周高位 见到暂时都升超过8% 最新报是4.86 另外见到一只龙原电力都出了条数 见到截到今年3月底子 首季盈利是24.18亿元人民币 按年增长了7%左右 而期内营入是99亿元左右 按年减少了超过半成 而其中封电分布收入是77.4亿元 增长了9.5%左右 火电分布收入是19.14亿元 减少了3.9% 其他分布收入是2亿元左右 上升了1.4% 这只反而偏远 暂时跌0.4%左右 现价布是8.29亿元 至于其他电力股 云电836 暂时升4%左右 现价布是17.12亿元 2380 中国电力暂时升2% 大唐发电991 暂时升4% 而1071 暂时升超过4% 现价布3.78 看看焦点的股份 首先看看9988 阿里巴巴今天是偏远一点 跌幅都缩窄到0.7%左右 而根据新浪科技报道 阿里云宣布市场最大规模降价 核心产品价格全线减价1.5至5成 全储产品最高减价达到5成 阿里云表示 作为中国第一全球首三位的云计算商 今次的降价将会进一步 扩大公共云 用户基数和规模 提升云计算市场的滲透率 拖累阿里巴巴股价下跌 另外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 兼首席执行官阿里云智能集团 首席执行官张勇透露 已经有20万企业用户申请 涉入阿里巴巴的CheckGPT 通议签问的测试 阿里巴巴暂时跌至0.7% 现价报83.5 另外是港交所出了业绩 港交所下午回来出了业绩 公布今年首季的业绩 看到期内收入和其他收益 是56亿元左右 按年升到1.9 是历来第二高的季度收入 仅次于2021年第一季的记录 港交所表示 收入上升主要是因为季度投资收益 静额录得新高 代表提平均每日成交金额 以及户股通和深股通 平均每日成交金额下跌 令到交易和结算费减少 以及新上市衍生权证和牛红证 数目下降 令港交所联交所上市费收入减少 均已经抵消了部分的升幅 而2023年首季收入和其他收益 按季升到7% 同样源于投资收益减额上升 其内标提平均每日成交金额是1278亿元 按季大致相弱 但按年跌了1.3 港交所即后做好 暂时升1.2% 现价报328.8 另外看渣打集团 也是出了业绩 看到渣打 今年首季随税前 基本日利按年升2.3%至17.1亿美元 随税前法定日利 升2.1%至18.1亿美元 预料今年收入会升1成 而期内收入按年升8%至44亿美元 主因受惠在金融市场业务的正式差抗门和交易收入增加 读评者 渣打计划明年底前向股东回报超过50亿美元 渣打暂时跌0.2% 现价报60.9% 较早前试过升高 建过62.3.5% 最後看了万洲国际同样出了业绩 见到万洲国际公布至今年3月底子 首季生物公运价值调整前股东应佔利润 是1.74亿美元 按年跌了5成6 每股基本盈利是一个三号六尾先 期内收入67.43亿元 按年升到2.9%左右 肉製品和猪肉销量分别下跌1%及1.2% 就是万洲国际 暂时跌0.2% 现价报4.44亿元 这个环节差不多了 稍后回到其他直播环节 稍后见